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及其三块上古神器 并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一号世界 幕后者 你在吗 他没有回应 这个传送支援的传送装置 被安装在了地底下 哇 小心 呃 我被小盗龙偷袭了 凌峰 干掉他们 呃 头好晕啊 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从六号世界来的时候 明明是黑夜 而到了这里 却有很强烈的阳光照射进来了 这和我之前穿越不同的世界 感觉是不一样的 看着阳光强度 应该至少是到正午了 这个山洞里面 有很多的羽暴龙和斑龙 好在我有泰克服 可以直接在空中 寻找山洞的出口 可以看出 山洞里面 有大量人造建筑的迹象 这一点和六号世界的地下世界 有点相似 前面的小山洞 高度很低 凌峰 旋风 保持飞行高度 千万不要降落 也不要和他们战斗 我们需要确保安全 逃出山洞再说 前面突然变得很开阔 我们好像是出来了 我发现 我从山洞里面出来之后 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 更大的山洞 不过现在只有几只班龙 追得出来 把他们宰了 作为我们今天的食物 凌峰 你带着旋风 去帮我寻找地下世界的出口 我留在这儿准备资源 建造庇护所 去吧 幸好带他们来了 有他们在 真的可以帮助我 分担很多事情 出来吧 霸神 现在保护大家的任务 就在你的身上了 把多拉也放出来 帮助我采集纤维 不过他得了低温症 可能需要睡一段时间了 天哪 什么东西 救命啊 又是帆龙 霸神 吃了它 在没有电荷光照射的情况下 我的霸神 简直是无敌啊 把阴霞也给放出来 毕竟 它也是我的强力战虫 摘点果子 采点纤维 还有石头 茅草 木材 这个时候 我的多拉已经醒了过来 不过他看上去有点懵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让多拉在附近 帮我采集纤维 然后让霸神跟着多拉 保护他的安全 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 让多拉四处采集资源了 接着 我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来建设基地 前方有一片地下河流 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位置 先燃上一个火把 诶 什么声音 感觉像是我的上方传过来的 像是一个飞行速度很快的物体 过了一会儿 声音就消失了 我在地上摆上了篝火 将刚才得到的斑笼肉 放进了火堆里 我发现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树木和石头的资源 都非常丰富 在这里搭建 我在一号世界的第一个基地 再合适不过了 吃点肉 剩下的就留给凌峰和旋风 对了 话说回来 凌峰他们找没找到地下世界的出口呢 我得看一看 凌峰 你们找到出口了吗 这就奇怪了 看来这个地下世界 地形有点复杂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凌峰 继续往前飞 穿过前方的洞穴 我看到了地上的宝石 虽然不知道它的具体成分 但我相信它一定是有作用的 前方还有一个倒塌的传送支援 不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反正应该是报废了 多拉还在努力地采集着纤维 霸神也在紧跟着保护它 凌峰 你们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 我给你们做好了烤肉 快回来吧 我给你们做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